专载自拍家号作者 素素聊体育一般来讲 要想成为排球运动员 除了自身 要具备一些运动技巧之外 身高条件好 也会成为个人的优势 拥有铁狼头称号的狼婷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狼婷曾是中国女排的主教练 在她的带领之下 中国女排队 一路披荆斩棘 终于想夺到世界冠军的宝座 又想成为好的运动教练 自身的条件也不优越 1960年出生于北京的狼婷 还是个恰宝中的孩子时 身体素质并不是特别好 为了能够养活她 在那个物质条件并不富裕的年代 母亲用小米粥来喂养年幼的狼婷 也就是借着那一晚一晚的小米粥 狼婷度过了身体最虚弱的时期 到了上小学时 狼婷除了爱攀爬之外 在外形上和别的同学也没什么差别 而越到后来和同学们的差距越大 虽然那个年代的营养条件不是很好 但狼婷的身高却匆匆的往上涨 才小学六年纪的狼婷身高就已经穿到了一米六十九 这样的狼婷站在同学们当中就有那么点鹤立肌群的感觉了 而也正是因为她的身高 北京公园体育馆介于排球班的老师 一点就相中了她 老师说身高条件好是参加排球运动的优势 在与外国人对战的时候 良好的形象也是中国女排的一家名片 加入排球班的狼婷 果然没有要老实失望 在这里狼婷的表现很让人满意 1974年小学毕业的狼婷 有了机会进入卫京队 从此狼婷的排球事业就进行了一帆风顺 狼婷在一期间 曾和队友一起参加过大大小小的比赛 为祖国也为自己拿到了无数的荣誉 反正沙场多年的狼婷 在1985年宣布退役 在那个体育事业征兵日上的年代 狼婷发挥了退役不退色的运动员风采 决定继续发挥运胜 担当女排队的教练 把自己的经验传递给新一代的运动员们 在训练当中 狼婷对队员们和自己的要求很高 只要有一个动作做得不到位 狼婷就会让大家反复训练 如果说当天的训练任务没有完成 狼婷是不允许大家 自己回去休息的 因为做事雷厉风行 对事业认真 负责态度又一贯严格 女排教练狼婷被大家成为铁榔头教练 是否uje 营兹病争